有朋友说出了国才更加想念中国 说起中国总是想吃红红火火的川菜 也很想念像春节 重阳节 中秋节等等 这些团团圆圆又热热闹闹的节日 其实又何止是这些呢 可以说中国的符号太多太多了 长江长城 黄山黄河 中国菜 中国茶 家乡风味 香阴香情等等 都让人魂牵梦影 难以忘怀 那么作为炎黄子孙 您知不知道中国从什么时候开始叫中国的呢 其实如果没有留意的话 的确是可能一下子不容易答上来 知道的朋友可以把答案在评论区来分享 也可以根据历史大概的来猜一猜 没关注的朋友也欢迎您点击关注 这样以后每天都能够看到 志愿书香的节目更新 欢迎您 今天我们来聊聊中国这个让我们感到非常温暖 和非常有归属感的名称的由来和背后的故事 中国的这个说法这个名称有多久了呢 这还要从一件文物的发现说起 1963年在陕西省宝鸡市 一个叫陈堆的人因为家里的老房子住不下一大家子人 就去附近租了两间房子 搬到了新居去居住 他租了这个房子后面有个土牙 没多久之后呢 陈堆发现下过雨之后 这个土牙垮塌了一些 有一天呢 他从垮塌的地方看到了一些金属 仔细一看 这里居然埋着一堆铜器 当时大部分人也不懂什么是古董 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后来这些铜器被辗转送到了废品回收站 故事讲到这里 您是不是觉得心都提起来了 的确这堆铜制品里面就一件传世国宝 1965年呢 宝鸡市博物馆有位姓铜的工作人员 在废品收购站看到了这件不同寻常的铜器 他认为这件铜器造型凝重 雄奇 文事严谨 富有变化 认为一定是大有来历的 于是他就和馆里汇报了 买回了这件铜器 这才避免了这件西式国宝被融化掉的命运 也许是注定这件国宝要穿越几千年的光阴 历经几千年的等待 来到世人面前 讲述一段关于先辈的历史和故事 金考古人员确认呢 它是一尊西州早期时期的青铜酒器 它上面有很多浮雕非常美 叫饕铁文 1975年呢 这件青铜器被送到了国家文物局 最终专家们根据它上面的名文 将其命名为和尊 我们之所以讲它呢 就是因为目前所知中国这个词最早就出现在这里 那个时候是距今三千多年的周朝 这段历史真的是太悠久了 而这件国宝之所以叫和尊 是因为当时西州时期 周王赏赐给一位姓和的贵族一些辈弊 这位和姓贵族呢 深感荣耀 为了纪念就制作了这口同尊 和尊最宝贵的是 在内底筑有名文十二行 一共有122个字 记载了周承王迎建成州 举行祭祀赏赐大臣的一系列活动 其中提到周王在世时决定在洛邑建都 也就是与其宅赐中国自资一鸣 这话什么意思呢 这是周五王灭伤以后告绩于天 以此地作为天下的中心来治理民众 天子居中而至的意思 那么当时的中国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呢 和现在的中国大致是一样的意义吗 其实呢是不太一样的 当时名文上的中国就是指西州的政治中心洛邑 如果按照现在的地理观念来说呢 就是河南洛阳这一带 这里的中国名称虽然出现了 但是更多的还是一个地域上的概念 主要代指的是天子所在的都城 其实从当时的国字也可以看得出来 您看这个字是国的繁体字 少了一个外方框 左边的小口表示居住的城邦 上下两横表示城墙或者壕沟 右边的鸽式兵器代表着国家的兵力武力 我们从国字的结构上可以看出 上古人们的一些基本的思想观念 大致就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天下的土地都是王的土地 并没有特别明晰的疆域的一个概念 而到了周朝末期春秋战国时期 因为诸侯争霸 逐渐的领土的概念被强化了 所以您看国字发展到小传 就开始有那个外边框了 各个诸侯国之间要划定相对明确的边界了 春秋战国时期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 我们能在各家的书里面看到中国这个字 就比如说孟子里面就有这样的句子说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 陈良虽然是楚国人 但是他非常喜欢周公和孔子的学问 所以他就向北去中国学习了 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出来 当时的中国已经逐渐的范围扩大了 不再仅仅是指一个国都一个城邦 而是开始用来带指中原的一些地区 当然了当时诸侯之间还存在着一定的冲突 但是人们已经更多地认同了 同为华夏民族的身份 并且在外来遗敌平凡的侵扰面前 能够更加地团结一致 逐渐形成了内诸下而外遗敌的思想 这或许就是中国这个概念的雏形和基础 随着历史的推进 各民族之间不断地融合 中原王朝的疆域也不断地扩大 到了汉朝时期 中国这个词更加具有了华夏民族和汉族的含义了 司马迁在《太史公次序》中就写道 汉既通始大夏 而西极远瞒 引领内乡 欲观中国 这里的中国就是代指汉朝 很明显 中国具有了和外国相对应的国家名称的含义了 明朝时期呢 明太祖建立了一个大一统的王朝 在这个时候 朱远璋认为整个疆域就是他的大家庭啊 所以姓朱的皇室宗亲经常对着那些来明朝的外邦使臣说 自己是中国之人 时光如梭 斗转心仪 从清朝开始到民国再到新中国的成立 中国这两个字不仅开始逐渐地代表着疆域 领土和法律 政治等等的含义 而且大家都对自己的身份有了一个共同的认同 那就是不管是什么民族 什么身份 不管是哪里人 都通称自己是中国之人 中国两个字成为了人人心中的共识 中国这个名称不仅有着悠久的历史 而且蕴含了古人对民族 对地理 文化 政治 甚至是中国哲学方面的思想认识 到今天呢 当我们说到中国这两个字其实更加地有温度了 它有了更广泛的意义 我们可能会想象到鲜艳的中国红 会想到960万平方公里等等 可以说它也是炎黄子孙的精神纽带 更是中国和其他国家作为区分的标志 说到底呢 我们都是中华儿女 所以自然而然的 中国这个名字背后的历史之悠久 民族融合之波澜壮酷 文化之灿烂 都是值得我们去自豪的 也是值得我们去铭记和传承的 好的朋友们 今天就和您聊到这里了 这里是志愿书香 我是宁希 我们下期再见